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服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今天有一个新闻稿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吧 首先他是跟Kenzi小村合作 来做一个宣传大使 而且他也有一个专属的一个MV 那9月21号这一天 他会在这个IG 去发起他的一个挑战活动 如果说你有跟他一起 和尚挑战他的RAP的话 最高奖金可以独得5万元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加一下 再来就是今天晚上的直播活动 那有邀请到丁丁小屁以及米饼 跟大家一起来解析这个荒野之战的改版 那里面的话呢 包括枪手的这个改版 就是他的技能展示 还有阿曼之塔的翻新 以及大师副本爱欧丁城堡 就是他最后面的一个教堂 应该算是礼拜堂这样子 他里面会做一些更新 那还有讲到说 他有各式的台版专属活动 而且直播的时候呢 他也会发放限时领取的虚保奖励序号 所以如果说你看到这影片 大家如果你是晚班的话 请记得看能不能交代你的盟友 或者是交代谁帮你去领这个序号 然后来兑换 不然到时候被领光的话 又没有啦 那这次一样有这个所谓的 同时观看人数到达5000 6500以及8000的时候 他会再发放多样的虚保 那包括了这个服饰变换石 神秘变身戳卡小包 或者是这个受祝福的五卷房卷 或者是纯白万能药随机枪 这些东西 再来这次的改版呢 官方叫做双月改版 台版有四大专属活动 首先第一个是成长护照 那这一次可以参加成长护照的职业 包括枪手 暗棋 还有龙斗士 那跟之前一样啊 你就获得了成长护照之后 只要在指定的时间 你就达到这个等级之后 就可以去获得 譬如说经验值的合并 或者是英雄级的 就是红变红娃的这个选择箱 这个相当不错 再来第二个是燃烧的成长计划 这个呢 他是说从即日起 那就是9月20号 一直到10月26号 这个时间里面 你只要有进行文样 守护星 还有爵位的投入 这个应该就是说 你有去强化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可能都会算啊 他说会把这个历程啊 换算成燃烧的金币 然后这个东西呢 你就可以拿去制作 譬如说祝福圣水特大的 这个相当不错 然后呢 文样重置卷轴 或者是英雄变身 以及娃娃的这个抽卡箱 这些东西 那详细的话呢 这个我还蛮期待的 再来下一个活动 是幸运的种子 他说限定的福袋活动啊 他会从即日起到10月19号 你只要去收集幸运种子 就有机会开出以下奖励啊 包括祝福圣水大的 好视频选择箱 守护石 还有传说制作秘籍 以及传说的技能书选择箱 那这个活动呢 幸运种子 目前当然也还没有讲说 他要如何去参加 到时候公告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 好再下一个叫分级招募令啊 你只要从2021年 一直到2022年的8月31号 有登录记录 那2022年的9月1号 到9月15号之间 为登录了这个帐号 你就可以在游戏里面去 领取任务卷轴 完成对应的任务 就可以拿到一些奖励哦 好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Season Pass的Trigger 这个之前就有公布过了 不过呢 这个来历不明的带子 他会转换成这个 摩格斯的大腰带 他是说开启之后 可以获得特殊变身 以及特殊娃娃的这个 合成的Gamma Coupon 所以呢也就是说明天改版之后 就可以来做这个 变身以及娃娃的再次挑战啊 那除此之外呢 完成签到的话呢 还可以再获得 符石复原 以及技能合成的这个Gamma Coupon 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挑战 不过官方好像还没有公布 这两张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计算区间 所以这个到时候要留意一下 好了 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一次 枪手改版的这个内容啦 那这个是官方的新闻稿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带到这个 天堂M大补帖的网站来看 好那么以上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情报到这边啦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